另外要注意的是台湾资安又出现漏洞了吗 大陆发展的北斗卫星系统传出恐怕会影响台湾资安 甚至是国安风险 对此科技部以及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官员表示 北斗卫星主要是军事用途 是双向接收的设计 一般的民用手机电池功率不高 无法双向通讯传输应该没有安全上的问题 但是官员也坦言 如果是大陆的手机晶片就不敢保证绝对安全 手机滑不停 每天在接收不完的讯息过程中 很可能出现资安漏洞 甚至国安也出问题 立委4号在教委会质询时指出 中国大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已具备双向资讯收发功能 有些恶意城市就潜藏在这些 能支援北斗卫星的智能型手机晶片 作业系统或者是APP城市 甚至可能发送讯号建立监听系统 造成国安风险 危机我们已经知道了 风险在那里我们也都知道 我想先问 这大半年我们做了什么 军事方面的问题 我完全没有办法回答 旧科技专业的本位 你们做了什么 我们做了 我们去年成立了一个资安中心 不过就被废掉了 这个全球卫星系统 其实大部分都是单向的 但只有中国这个北斗是双向的 设计这种制度 是为了它军事的用途 想要做双向的 立委炮火猛烈 科技部长徐决明答不出话 因为涉及单位众多 包括科技部NCC 华安局等机关 都需要跨部会协调 而民众最关心的还是 用的手机是否会受到 北斗卫星系统的恶意攻击 一般我们民众要用脸书的时候 因为它透过GPS去接受讯息的时候 有可能接受到美国的 也可能收到卫俄国的 但也有可能收到的是北斗卫星 手机的电池功率要够大 才能打到讯号让卫星收到 所以你的意思就很简单的告诉我们 我觉得以目前的手机 大部分都不会去做这种 即使是我们的封测 最后是在中国大陆 也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应该是 目前应该是不用 那如果是这样子 你就可以告诉我们全国的民众 我们现在用的手机 绝对不会被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 来定位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行众 这是你可以保证的吧 我至少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在台湾 假如你今天手机用的是台湾的晶片组 应该比较不会去 把北斗的系统纳进来 假如是中国晶片组我就 官员不敢全面保证安全无余 但涉及台湾民众资安 与国家资讯安全的问题 官员再不拿出整套应对方法 恐怕让民众难以接受 UDN TV秋汉梁莉莉台北报道